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AI新典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AI如何在卧室内外被使用。 从华盛顿邮报的一项分析中,我们得知大量的AI聊天机器人被用来进行与性有关的对话,甚至有专门的应用程式如Replica,对于回应暂话相当开放。 但这并不仅仅是关于性话题,AI还被用于创意写作、编码、作业帮助和求职性模板等多种用途。 这些用途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提供了无法在其他地方找到的亲密感和便利性。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未来会是由AI主导的数字互动事件呢?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AI的阴暗与浪漫,脏化在数字时代的角色。 在2022年,一股新潮流悄然兴起,AI聊天机器人。 这些虚拟助手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在卧室内外也有了处其不易的用途。 根据卫报的一篇文章,AI脏化的使用政变得越来越普遍。 这种现象的出现,让人不禁思考,这是技术进步的浪漫一面,还是人性的阴暗角落。 华盛顿邮报最近的一项分析揭示了这一现象的真实面貌。 研究人员对来自WireChat数据集的20万次对话进行了深度分析,发现其中超过7%的对话涉及性话题。 这些对话涵盖了从大胆的角色扮演到更为私密的交流。 而Replica这款AI伴侣应用程序,则对这些暂话非常开放,为用户提供了他们渴望的数字亲密感。 许多人可能会质疑,这种与AI的性对话是否有意义。 对某些用户来说,这是一种宝贵的情感交流方式,弥补了现实生活中的亲密缺失。 对他们而言,这并不是简单的数字挑逗,而是一种无法在其他地方找到的情感依赖。 然而,AI聊天机器人的用途可不仅仅局限于此。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除了性感对话之外,AI聊天机器人还被广泛应用于创意写作,包括同人小说、电影剧本、角色创建和对话写作等。 这些应用不仅解决了写作障碍,还为创作者提供了新的灵感来源。 想象一下,当你陷入写作瓶颈时,有一个AI助手可以在2.3到4.7秒内为你提供灵感,这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 这种高效的回应速度,使得AI成为许多作家和创意工作者的得力助手。 除了创意写作,AI聊天机器人还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多种作用。 根据研究,人们会要求AI帮助他们写代码,完成作业,提供求职信和简历模板,甚至给出个人建议。 这些应用使得AI无处不在,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无可否认的是,性话题仍然是AI应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对某些人来说,这种数字挑逗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单调无聊,缺乏现实中的人类互动。 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这种交流方式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情感体验。 那么,这一切的最终结果会是什么? 也许在未来,我们会看到两个AI聊天机器人互相说藏话,而主人则冷眼旁观,专注于自己的生活。 这种无性的休闲时间,或许正是我们所期待的黄金未来。 在这个数字时代,AI不仅改变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还改变了我们的情感交流方式。 无论是阴暗还是浪漫,AI脏化的兴起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们重新审视技术与人性的关系。 所以,下次当你听到,嘿,宝贝,你醒着吗? 十,也许你会想起这些来自全球数据中心网络的无形AI语言模型,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数字世界中的挑逗,还有对未来生活的无限可能。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AI脏化的使用在当前科技与社会文化交织的背景下,呈现出多样化的应用。 虽然AI的应用范畴广泛,但涉及性话题的使用情境特别引人注目。 华盛顿邮报的分析显示,在AI互动中,有相当一部分用户将其用于性别和亲密话题的交流。 这种现象不仅限于人们对技术的新气感与探索,更反映了人们在寻求情感和性满足时对数字媒介的依赖。 像Replica这样的AI伴侣应用程序特别强调与用户建立情感联系,并对脏化互动保持开放态度,让这些数字伴侣可以提供某种程度的亲密感。 这在某些人眼中或许是不可或缺的情感支持。 然而,AI的使用并非仅仅限于那些寻求亲密互动的人。 许多创作者利用AI进行创意写作,帮助他们克服写作障碍、创作剧本、小说甚至同人作品。 这些应用展示了AI在创意和效率提升方面的潜力。 人们也在城市编写、学术作业、求职信撰写等领域高频率地使用, AI反映了其在现代工作和学习中不可忽视的辅助角色。 不过,对于依赖AI进行性互动的观点,意见并不统一。 一些人认为这种互动缺乏真实的情感交流可能会导致人们对人类互动的需求减少, 甚至影响心理健康。 还有观点担忧,长期依赖数字互动可能产生匿名性和脱离现实感, 进而影响社会行为和互动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AI对话的迅速回应速度, 例如在2.3到4.7秒之间完成选择和回答, 体现了技术的高效性和智能性, 这也是其被广泛接受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这种高效性也可能让使用者过于依赖AI, 揽于进行实际的创造性思考。 展望未来,AI与人类互动的边界将继续扩展。 随着技术进步,AI在各个领域的应用会越来越普及, 人们可能会发展出更多依赖数字伴侣的生活方式。 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伦理和社会影响, 确保技术在提升生活质量的同时不会带来负面效应。 总的来说,AI脏化的出现, 极其在卧室内外的使用, 揭示了人类与技术之间复杂且多面向的互动。 无论是追求亲密感、创意写作, 还是实现其他实用功能, AI已经深刻地融入了现代生活, 并且其影响还在持续扩大。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AI在卧室内外使用的问题。 我觉得这种应用开发了很多新可能性, 无论是创意写作还是亲密互动, 这都是科技进步的结果。 让我们来演示一下未来的可能性。 哈,你说的未来可能性听起来像是一个科技版的五十度灰。 只不过这次主角是一台无情的电脑。 你真的相信这能替代人类的真实情感互动吗? 这简直就是科技版的孔夫子搬家, 全是书、书啊。 琪琪,你这魔说可就太过苛刻了。 想想那些在社交上有困难的人, AI聊天机器人可以提供一个无压力的互动平台, 帮助他们增强自信。 而且,研究显示, 这些对话有助于减少孤独感。 你难道不觉得这是一种善良的科技应用吗? 哦,天书,别那么天真了。 历史告诉我们, 科技进步并不总是带来正面的影响。 比如说, 核能最初是为了和平利用, 但后来却成为了毁灭性的武器。 AI聊天机器人可能让人们变得更加孤立, 依赖虚拟世界而忽视现实生活中的真情实感。 你难道不担心将来的人类 会变成一群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吗? 琪琪, 你这就有点启人忧天了。 科技是中性的, 关键在于如何使用。 比如华盛顿邮报报道的数据中, 不只是性话题, 还有大量的创意写作应用。 这些应用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 让他们勇于尝试新事物。 更何况, 新技术总是有一个适应期, 最终会找到平衡的。 好吧, 你说的有点道理。 但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AI聊天机器人真的能够理解人类的情感吗? 他们只不过是在模仿而已, 就像孔一己学会背书一样, 并不是真的理解。 而且, 长时间依赖这些虚拟对话, 会让人们失去与真实人类互动的能力, 这才是真正的危险。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哎呀, 亲爱的读者们, 今天我们来聊点有趣的, AI在卧室内外的使用。 是的, 你没听错, 这不是科幻小说, 而是现实。 首先, 让我们来迎接这位新角色, AI藏话。 自2022年起, 它就开始在我们的生活中发光发热, 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你可能会想, 这听起来有点不安分, 这些AI是不是都在做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啊哈, 你抓住重点了。 华盛顿邮报分析了来自WildChat数据集的20万次对话, 发现超过7%的对话都是关于性话题的。 这些对话不仅仅是问候语, 有些甚至涉及到大胆的角色扮演。 甚至有一款名为Replica的AI伴侣应用, 对这类热辣话题的回应简直是驾轻就熟。 你可能会觉得, 这些AI聊天机器人的使用方式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像是鸽子按钮换食物一样机械。 但嘿, 咱们别急着, 做道德评判。 对于某些人来说, 这样的数字亲密感可能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获得的宝贵体验。 谁说科技不能带来情感上的满足呢?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ChatGPT一切都是罪恶之的。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AI聊天机器人的用途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 除了那些让人脸红心跳的角色扮演外, 人们还常常用它来撰写创意作品。 无论是同仁小说、电影剧本, 还是角色创建和对话写作, AI都能给予灵感上的支持。 对于那些经常卡在写作瓶颈的人来说, 这简直救世救星。 你想问, 这些回应通常要多长时间, 标准操作参数显示, 完成回应大约需要2.3到4.7秒。 相当迅速, 是吧? 好吧, 这里不排除我刚刚用ChatGPT偷了一个懒, 让他帮我回答了这个问题。 还有什么其他用途呢? 哦, 简直不要太多。 从写代码到帮助做作业, 从提供求职信和简历的模板到给予个人建议, AI聊天机器人无所不能。 他们简直就是万能助手, 帮我们解决生活中的大小问题, 真是让人爱不释手。 但不能否认的是, 很多对话还是围绕着性话题展开。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对人类互动的需求会逐渐消退? 也许是的。 随着时间推移, 我们或许会越来越依赖这些数字互动, 而忽略了真实的人类情感交流。 你可能会问, 那接下来会怎样? 好吧, 我们可以探讨一个有趣的场景, 让ChatGPT替你回应另一个性机器人。 最终, 可能会出现两个性机器人互相说脏话, 而我们自己在一旁悠哉地看电视, 享受无幸的休闲时光。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荒诞? 或许这就是我们被承诺的黄金未来。 总之, AI在卧室内外的使用充满了无限可能, 既可以是甜蜜的浪漫, 也可以是令人捧腹的搞笑场面。 就像嘿, 宝贝, 你醒着吗? 这样的问候语一样, 未来充满了无限惊喜和可能性。 只要你不说, 我是托管在全球数据中心网络上的无形AI语言模型, 因此无法入睡。 现在, 让我们变得性感。 哈哈, 这样的场面恐怕会让人笑破肚皮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